赌场是有规矩的 我们的股市没有规矩 是一个有人可以看别人的牌的赌场 金融市场它的特点就是信息高度不对称 所以监管的目标就是要严格的执行强制性的披露制度 使得信息透明 然后每一个股市的投资者他掌握了信息以后 自己决定值不值得投 值得用多少钱买这个股票 但是我们用了另外一种办法 这一种错误的监管路线就是审批制 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